树干枝叶东岛西歪散落地面 眼前看到的通通蒙上一层灰 东家海底火山喷发后 第五天首都灾情惨况首度曝光 东家记者形容火山喷发后 瞬间耳鸣只能比手画脚 告诉大家赶快往高处逃 美国NASA科学家说 这次喷发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500倍以上 原爆及火山喷发和海啸双重打击 东家首都房子各个严重毁损甚至已为平地 居民们拿出扫把展开清理工作 连小朋友都穿上雨学帮忙 没有干净饮用水 食物库存恐怕也撑不过几星期 人在澳洲的东家奥运掌器官 塔法杜法未加乡心痛 塔法杜法农牧款网站涌入将近一万位善心人 捐款总额已经超过一千万台币 另外来自纽西兰和澳洲的空运物资也陆续抵达东家 TVBS新闻终合报导